中超联赛第26轮的比赛 昨天晚上进行了两场焦点战 客场作战的长春亚太1比0战胜了北京国安 重回积分榜榜首 而同样有机会争夺冠军的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 则双双吃了败仗 输掉了冠军之路上最关键的一战 第一北京碰第三长春 第二山东打第五天津 这两场比赛在很大程度上 可能会左右今年中超冠军的归属 昨晚北京下起了雨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球迷看球的热情 毕竟这是时隔12年北京离冠军最近的一次 比赛刚一开始 势在必得的北京国安就给亚太的禁区制造了压力 而在另一块场地 在天津 客场作战的山东武能却遭到了天津康师傅队的王强阻击 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康师傅队 在比赛开始后险些破门成功 此时的国安主场风体中心 国安队掀起了一波波的进攻热潮 第三十三周 万云比亚哥获得破门机会 不过他的射门被亚太队门将宗磊扑出 上半场国安与亚太0比0握手言和 而另一场比赛 山东队虽然逐渐控制了节奏 但依然是破门乏术 在这个半场上 山东武天津也是0比0 两场比赛四直球队 国安亚太和鲁能都有夺冠的可能 下半场国安继续攻势 第五十六分钟 马蒂内斯错过了机会 第六十四分钟 国安再次无共而返 一分钟之后 在天津 那场比赛的比分发生了变化 第六十五分钟 浩俊敏凭借个人能力 打破了湘局 天津队1比0领先 如果天津能够击败山东 就算北京占平长春 北京在夺冠形势上 还是最好的 但长春亚太却在风体 抓住了为数不多的机会 第七十七分钟 二维斯投球打进了一球 之后国安加强了拼抢 力图扳回比分 但亚太严密的防守 还是没有给国安 太大的空间 最终国安0比1输掉了比赛 而另一场 天津康世福也把对 山东鲁能1比0的优势 保持到了中场 在上海进行的 2007年世界桥牌锦标赛 第五天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队战胜了 菲律宾队和澳大利亚队 赋于丹麦队 目前的中国女队 总积分是265分 小组排名继续保持第三位 中国男队 在上午的前两轮比赛当中 战胜了印度队 和小组排名第二位的 竞旅波兰队 最后一轮赋予了美国二队 目前的中国男队的总积分是 242分 小组排名第六位 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 中国大奖赛西安站的比赛 今天将在西安坝河水域举行 共有11个国家的选手参加比赛 比赛当中摩托艇将在3.5秒之内 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 比赛速度高 可以达到每小时250公里 昨天比赛已经进行了排位赛 今天大赛将正式拉开帷幕 这也是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 首次在中国内陆城市举行 昨天易建连抵达了美国 而机场早已经是人头攒动了 很多人都来迎接他的到来 一起来看 易建连乘坐的飞机在芝加哥当地时间 下午4点30分 抵达沃黑尔国际机场 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 许多华人球迷都从密尔沃基赶来 迎接易建连 当地的记者也早早来到机场 他们问阿连 姚明有没有传授他在NBA的经验 建连将会在当地时间周四 受司参加行路队的训练 介绍他会与自己的新队友们见面 来看天气情况 观众朋友你好 在十一黄金周的最后三天当中 天气方面有两个不安定的因素 一个是陆续的给东南沿海很多地区 带来一场强烈风雨天气的罗沙 另一个就是给北方大多数地区 带来一次剧烈的降雨降温的 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 今天从青海的北部甘肃 一直在华北甚至东北的一些地区 降雨都会陆续的产生 特别是在陕西的北部山西 河北北京天津等地 这个降雨是在逐渐的增强 我们再看一下明天 明天在北方降雨的范围继续扩大 而且其中的强降雨也在进一步的增多 比较普遍的是在这次降温过程当中 北方地区一般是降温6到10度 当然其中一部分地区甚至会遭遇到 12度以上的剧烈降温 我们再看一下北美洲的情况 5号北美洲最剧烈的降雨是在美国的 比如说内华达州的北部 犹他州 北卡罗来纳州 一直到明尼苏达州这一带地区 那么可见5号在美国西部地区 降雨是增多增强 而在东部地区降雨的范围减少了 但是佛罗里达州呢今后五天当中 每天都会出现降雨 北京小雨转中雨12到19摄氏度 17到33度 酒寨沟多云9到24度 无锡多云23到31度 池州多云20到32度 博山晴26到33度 石鹤子多云0到11度 宇庆阵阴转多云9到19度 西双版纳中云转小雨21到31度 洛杉矶多云转晴10到24度 纽约晴20到26度 沃代华晴转多云11到22度 温哥华阵营转多云7到13度 西雅图阵营转多云6到12度 华盛顿晴19到28度 伦敦多云转晴15到18度 莫斯科阴转阵雨8到17度 巴黎多云转晴15到20度 罗马多云14到26度 维也纳多云11到19度 东京正云转多云14到24度 首尔多云17到23度 好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新闻60分的主要内容 朝韩首脑在平壤正式签署并发表了 北南关系发展及和平繁荣宣言 双方表示将超越思想和制度的差异 把朝韩关系转变为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 刚果金一架载有十多人的俄制运输机 坠入居民区后爆炸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3人死亡 南非埃兰资兰金矿被困地下2200米处的 3200名矿工全部被营救出地面 没有人用上 系列报道科学发展和谐中国 今天播出第五集 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八成农村 中国农民看大病减负担 系列报道走进中国国家大剧院 今天为人介绍国家大剧院引以为豪的 舞台设计和完美的环境影像 广亚绿材 科技造就超群品质 领先当代 见证未来 中国名牌 广亚绿材 五十年铸酒 完美品质 名驴绿材 中国名牌 华夏古文明 山西好风光 海量网络电影看不了 关键要靠这一枪 率先支持RM格式网络电影 彻底击碎格式加索 创为酷开电视 SKYWARTH 国动地板 国家缅碱 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仿制服装一级批发散 新世界国际 第八届中国国际万叶摩朗会 浙江大唐 专业成就品质 凤吕创造 安全可抗 中国名牌 凤吕吕才 一档雄居频道高端的经典新闻栏目 一个深度了解全球重大新闻事件的 传播平台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中国新闻 带您直面重大新闻现场 倾听权威专家深度评说 中国新闻栏目我告 由管告知公司全面